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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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艾斯在白胡子海贼团找到了犹如家一般的归属 遇上白胡子对艾斯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而在后来艾斯要去追杀黑胡子时 红发却专程前往去劝说白胡子阻止艾斯 因为在当时只有红发知道黑胡子真正的危险 但结果白胡子还是没有听红发的劝告 并且和红发打了起来 当然在这之前白胡子其实已经阻拦过艾斯了 只是艾斯还是要一意孤行的为同伴报仇 结果他被黑胡子打败交给了海军 在白胡子海贼团全部出动要去营救艾斯的时候 红发又专门前去阻拦了要在期间偷袭白胡子的凯多海贼团 因为如果凯多和白胡子一开战 由四皇统治的新世界的局面一下子就会被打破 这样一来海军就会坐收渔翁之力 最终倒霉的还是海贼 凯多的实力自然是极其强势的 而凯多海贼团的战斗力也绝对是可怕 但对整个海贼王世界的判断 凯多还是有些粗鲁和简单 也许他们的海贼团缺一个像贝克曼这样的人物 总之以凯多和整个凯多海贼团的形式风格来说 红发在这一次阻拦他们的过程中 绝对不只是谈判这么简单 而能把漫步讲理的凯多海贼团成功拦住 并能安然无恙 红发和红发海贼团的可怕实力可想而知 在之后 红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海军总部 并且霸气地终结了顶上战争 一句给我一个面子 就让海军和海贼这所谓的政学双方 全都放下了武器 停止了战斗 其次事情 当然不是红发说一句话那么简单 若是红发海贼团本身的实力不够强大到 所以让海军和其他海贼都有所忌惮 战争也不会这么轻易就被红发喊停 最重要的是 红发赶来终结顶上之战的这个做法 让海贼和海军双方都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如此顾全大局的做法 即便是海军元帅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提议 面子果实 其实也是海米们 对红发开挂表现的一种可以说是无奈的调侃 因为红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惊人的有预见性 而且红发在终结顶上战争的时候 也的确是太过于霸气和无解了 不论是从实力和做派来讲 红发都是我们认为的目前最配当海贼王的人物 但有意思的是 红发的志向似乎并不是海贼王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只是想以一个海贼的身份 去全世界各地转一转 更有意思的是 在罗杰死后真正配当海贼王的白胡子 似乎也对大秘宝和海贼王不太感冒 两位霸王明显都是不拘泥于财宝和权力的人物 白胡子的志向是以大家庭为重 这是众所周知的 清男而出来搭救一个家庭成员艾斯 就是在贯彻这一点 而红发海贼团虽然出场最早 但至今为止 对我们来说 他们竟然还是十分神秘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这个四皇在新世界究竟在做些什么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 红发的海贼团和罗杰的海贼团是十分相似的 他的团员们也应该都是不依靠欧摩果实能力 扎实锻炼霸气的硬派作风 这一部分连同红发的具体实力分析 在今后的四皇部分 我们会专门再和大家讨论 回到正题 红发的志向真的就只有环游世界这么简单吗 其实另一个有些相似行径的人物 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他就是我们的铁拳卡普 放着海军大将不当 平日里就知道游手好闲的东广西传 但到了海军有危机的时候 老爷子还是会不安分地赶回来救场 结合上回我们所提到的红发的种种行径 不也是类似的做法吗 在和白胡子的最后一次对话中 红发其实已经表明了他的志向 他把他的左臂堵在了新时代 陆飞若是以后真成了海贼王 也许他会最感激索隆 索大对陆飞的力挺当然也不是盖的 但是从船长的角度 索隆是最无条件支持陆飞的人 而从海贼王的角度来讲 红发对陆飞的帮助指引 以及悄乎生气的支持才是最大的 他的志向虽然不是海贼王 但却十分伟大 伟大到甚至决定了整部海贼王的基调 因为对海贼王来说 红发就是那个成上启下的人物 这个极具光环的人物 凭借霸气的实力和豪杰的气感 制衡了整个正邪并存的海贼王世界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下一期海贼王专题 我们会把目光移向红发所堵上的新时代 敬请关注 我是外号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